朋友们好 我是悠悠 看一下这个啊 现在已经开始流蜜了 这个是早一段时间 自己家的小蜜蜂分出来的一个小蛋裙 很小很小的一个小蛋裙 现在也发展到三匹蜂了 朋友们能看出来 现在我这边已经开始流蜜了 每一个飞出去回来的小蜜蜂 肚子都饱饱的 而且出勤特别的积极 速度特别的快 这是蜂场里面的其中的一箱 这里还有一箱 这个是最早的床头柜改的一个蜂箱 也来蜜蜂了 这窝蜂呢 看上去有点老 因为是全封闭的原因 不知道群势好不好 从这个进出口这里能观察得到 还是蛮强的强群 这边流蜜了嘛 它们都往这边迁移 进进出出的小蜜蜂是很多的 这个是床头柜的 现在我已经搬到这边来了 最早的时候是在那边的阳台上 朋友们看到这个蜂箱了没有 这个蜂箱是我自己从网上买的 两公分的木板 自己订的 这边蜂蜂都已经打好了 因为放上去的时候打的 这个是进出口 这边是底板是活动的 和前面的这一个 前面的这个门是可以拿下来的 后期取蜜也方便 养蜜蜂嘛 最主要的还是弄点它的蜜食对吧 刚才说到了蜂场有的朋友肯定想笑啊 现在这边真的要成了蜂场了 这里是一箱 这里也是一箱都是有蜜蜂的 那是两个鸽子箱 这边有一个看到没有 葡萄架上面 那里还有一个苹果树下面 刚才看的那个两箱是 窗台这里有一箱 床头柜的在那里 朋友们看看这边是有几箱了 有六箱了是吧 还有两个空箱子 这边还有一个准备好的箱子 朋友们看到没有 这个箱子 准备马上这边 蓝树已经留蜜了 现在那边还有一个幼蜂箱 做自己做的幼蜂箱 现在去给它打点蜡 补一下蜡 这边已经 蓝树准备开花了 都已经有开的了 但是很少量 马上全部开不得了 看到这边 这个都是已经结果了 这个不是蓝树 我这边的蜜蜜 其实是挺足的 早一段时间 这边是开花的 包括这个路 两边哪里都是开花的树 现在蓝树就是这一种 朋友们能看到吧 去年的时候 这边蓝树全部开花了 你看那边都是蓝树 这一排过去也都是很多的 都是这个路两边的风景树 去年蓝树全部开花的时候 我这边就来了一窝 小蜜蜂 现在我们今年早一点给它们打蜡 让它们早一点过来 看能不能引过来 这个是个幼蜂箱 这个是后面可以打开的 因为又来的蜜蜂 我们要给它弄出来了 这边也有蜂蜂 你看之前没有烧好 现在我们再烧一下 来不来就是它们的事了 是吧 我们看有没有缘分 这个蜂蜂是我这边的 那时候弄了一点蜜 我直接给它熬了一点 其实这个蜂蜂很少的真的 熬的很少很少的 这一块蜂蜂就很大了 这个是我那个朋友寄过来的 你看咱这真正的蜂蜂 它是能烧勺的 这里要弄一点 蜘蛛网弄掉 好久没来了 烧过之后有一种味道的 把木头烧着喽 看蜂蜂它是能烧着的 这才是正五道的蜂蜂 进口在这里 好了朋友们 看有没有缘分了 我们坐等来风了 这边再给它弄画一点就行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看能不能来风啊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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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